太阳探店 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的是南新华街的银川驻京版 是一个非常小的驻京版 隐藏在地下 我们现在还没下去 走带您吃手抓羊肉去 太阳探店 良心推荐 对吧 继续驻京版系列 今天我们来的这是宁夏银川驻京版 反正是我们见过最小的一个 一共7张猪 然后今天也是少点 对吧 但是想着少点 只不过它这个分量 它确实不像少点了 对吧 这是小份会小吃的 对吧 这是羊肉泡馍 这叫银川羊肉泡馍 跟西安的那个还不太一样 然后你看它里头这个馍都是长条的 对吧 哇 肉还不少 先尝尝羊肉泡馍吧 它这里头粉丝的也好粗啊 银川驻京版里头感觉 这个样子都好实惠啊 对 尝一尝 整个这个汤的羊肉味就特别香 而且没有那种特别浓的胡椒味 吃起来比较清淡 而且这个馍 算是馍吧 对吧 吃起来也是那种很软的口感 羊肉超级香 哇 这羊肉太香了 非常清淡的那种羊汤味 哇 这好吃 太香了这个 29块钱 超值 我觉得这个量我跟小吃和小麦 我们俩人吃比较合适 膜上还是很有韧性 29块钱 吸满这个肉汤 咱们这儿没有外汤 这叫会小吃 点的小事了 然后里头放鸾子 炸酥肉 然后豆腐 感觉也是羊汤做的 尝一尝吧 还是西北人民的豪仿 这个汤的肉汤味 要比羊肉泡膜 羊肉味更浓 其实感觉可能就是 宁夏的各种小吃 混在一起做的 整个这个汤喝起来非常舒服 还好喝 这个叫什么 炒烩牛肉 这应该算是一个特色菜吧 然后牛肉 洋葱 青椒 吃起来是那种 炒面片的味 这有点炒面片的感觉 但是肉还挺多 而且还有点粉 可以脱粉 就是炒面片 就炒面片 感觉就是新疆炒面片 加了一点醋 有一点酸味 我觉得最容易加是这种饭碗 其实吃起来更有本地的味道 比那种装潢很好的 要好多 这三个都好吃 其实你看它肉的含量还是挺多的 你看没有 而且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吃起来很舒服 特别这个 有点酸味的白菜 跟酸菜似的 这个啊 手抓羊肉 这就是最有特色的 这还真是挺贵的 98 白嘴尝一口吃 这边它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味道 拿着一点羊肉 三分都没有 哇 好嫩 好像特条子吧 里头感觉有点蒜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哇塞 醋蒜汁 结腻 这是感觉就是白水煮的 感觉啊 这感觉这个就像是白水煮的 很嫩 然后没有什么羊肉山味 哇 哇 这个好 它这肉真的很好 但是这个有点贵 我觉得这比我们在德园餐厅吃的 还要好吃一些 这也挺贵的 没有 德园餐厅我不贵 但是它这汁的 比较一般 我觉得这个白嘴吃 就很香了 北京探店 拿下什么 淘淡过程 许可也要 嗯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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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探店哪家强 淘淡不成 许太阳 对吧 刚才着急路结尾 出来了 都忘了给钱了 今天一共点了4样 花了213 总评一下 最好吃的是98块钱一份的 特色手抓羊肉 这个真的超级好 非常嫩 而且一点山味都没有 吃起来全是这种羊肉的香味 哪怕你什么都不蘸 吃起来味道都很好 我觉得真的就是羊肉能做成这样 真的是厉害 就感觉跟吃和牛似的 是吧 就嫩到像吃和牛一样 第二好吃的就是炒烩牛肉 量很大 而且滋味很足 而且真的挺良心的 肉给的还很多 然后58块钱 虽然有点贵 这其实肉不算便宜 羊肉98一份 特色银川泡膜 是要比这个护小吃好吃一些的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 男嘉诚 家境平安 徐太阳 拜拜